嗨 二樓讀者大家好 我是夏皇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修眉毛的一些小技巧 因為眉毛生長速度非常快 你給別人修的話其實很麻煩 所以我都會自己在眼尾的時候稍微修一下 像我的話我就會先把眉毛全部畫好之後 才開始修眉毛 因為我大概知道它要去哪邊哪邊得填補那個空隙 所以我就會先都畫好眉毛之後把眉毛順一下 然後往上梳 往下梳 把它梳順 就會跑出眉毛的尾巴 但眉毛尾巴不能全部剪掉 因為全部剪掉之後你就沒有辦法往旁邊梳填後面的空隙 當你梳下來的時候你只修一點點的地方 再把它梳回去梳順 看是不是你要的眉型 我想要眉毛比較立體的話我會偷刷睫毛膏 在眉頭的部分就會一些立體度這樣子 在眉毛尾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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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眉毛尾巴